全新大换代的麦藤来了 咱们来个全球首派 这辆车的前脸是采用了发光的设计 大家看大众车标 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 IQ-Lite大灯 包括大灯的侧面 全都是可以发光的 远看像不像一电动车 它的前头追求了一种 扁而宽的视觉感受 一根镀铬条 贯穿整个前头 而且做了分层设计 前机盖一层 灯一层 保险杠一层 完全分层 看起来是不是挺宽阔 挺犀利的 其实这车宽度只有1854 是一个非常窄小好开的 燃油车的尺寸 但是制造了非常宽阔的视觉感受 这车长4990 轴距2871 是一个这个时代标准的 B级车尺寸 后卫也采用了分层设计 后背箱盖和小压尾一层 中间的贯穿式尾灯一层 前后呼应 车标也可以亮 也是贯穿式的 而且尾灯用了这种 一个小片 一个小片层层叠叠的效果 还是相当漂亮的 麦腾写在这 下面也分层 车牌子放在它下面 我觉得这个设计 可以让整个后尾 形成一个完整的造型 车牌子不会对它有干扰 做的还是不错的 这车动力总成分两种 一种是我们熟悉的 EA888 2.0T 还有一种是全新的 1.5T的EVOR发动机 2.0T的配 7速湿式双离合 1.5T的配 7速干式双离合 咱们先进屋看看 这车也是大众全新的一套内饰 全新的一套车机系统 在之前的 TUKUN L PRO上 大家看过了 仪表带大屏 怀导 中控也带大屏 而且它的车机用了855的芯片 用了科大训飞的语音系统 同时副驾驶也带屏幕 而且这个屏幕是带防窥功能的 我主驾是看不到 而且还有这个HUD功能 所以说这是构成了 大众全新一代车的内饰特征 设计方面 新麦腾的内饰还是比较清新优雅的 大家看 这个胡桃木装饰中间 有一块可以闪亮的部分 它的皮革上下缝线中间 用了一个蓝色的小滚边 贯穿了整个驾驶操 非常清新的 它的氛围灯 藏在了这个缝里面 是见光不见灯的那种设计 很优雅 看车门一到 然后绕了一圈 我这辆呢 是一个灰白色皮 配黑色的一个内饰 这个皮革的航缝 也是做的像水一样 整个非常清新优雅 我觉得比之前大众那种 特别机械直男的风格 看起来更舒适了很多 是吧 下面是我正常驾驶位置 咱们赶车我一下后排 首先空间一拳两拳三拳 够大啊 坐垫也非常的厚 能弹住腿 咱们看看后排的配置 单独的空调 单独控温 这是有的 通风加热全都有 两个USB充电 出风口 改有都有 大家看门上 后排居然有按摩 哇塞 而且还有几种模式可以调 后排靠背也是电调的 这还是麦腾吗 感觉跟奔翼差不多配置了 哈曼卡顿的音响 可以啊 我这后排 我这按摩力度还挺大的 特别古 这后排可以 有点出货意料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全球首拍的全新一代大众麦腾 可以说 无论外形设计 还有它的车机系统 整个内饰 全都是新的 真正意义上的大换代 可以说非常的本土化 用了大疆联合开发的辅助驾驶系统 用了我们的科大逊飞的语音系统 就是真正走进中国的一款车 而且我觉得这车最大的亮点 其实在后排 它的后排居然提供通风加热按摩靠背电条 这个超乎了我之前对这个级别车的想象 大家觉得这车怎么样 能值多少钱 我们下期再见